那你的造型是會之後穿上那件黃桑衫 是 我這個造型是因為我是一個人比較舊式的麻雀館老闆 但是思想是新的 所以我的麻雀館都是最新的那種 什麼自動麻雀洗牌那些來的 你有沒有玩開 我以前有打麻雀的 現在很少打麻雀 一方面又忙 另一方面麻雀來說打開就打的 一不打開就比較少一點 那不知是想不想做的 這個其實有兩三場戲挺重要的 打麻雀的 這件事我們到時都 我想我們開工之前都會約那三隻腳 大家再練習一下 因為打牌的姿勢 摸牌 踏牌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跟阿初已經前而後拍了這部是第三部 默契來說應該大家就很熟的了 沒有說之前怎樣 大家都明白這個角色或者這個劇本是怎樣的 但是你說好像在日本有很多生意 這個是生意場 但是這個戲裡面的角色 這兩個人的角色 還有一點點顧人支持的感情 所以不是複雜 但是挺好玩的 信心我們一定要有 其實有沒有都沒什麼所謂 有就開心 當然很開心 其實已經 部戲白日之下 已經得到觀眾的認可 其實已經很開心 阿周電影展那次是叫我去頒獎的 當然電影我們也要支持 所以我就去了 電影暫時沒有 都是公司拍了電視劇先 跟著來都會有電視的要開了 內地拍完這個先 都會有新演員 都會有新演員 現在多很多新演員 這些我們都希望 我們作為一個電影人 一向都需要新人 新的工作人員 新的演員都需要 其實很多個都合作過的 其實TTPP很多很多演員都很好 大家合作就知道 我想其實是互相的 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們會給新演員 也會給新演員身上學 就是學師 因為現在的演法 跟我們的演法一定不一樣 觀眾接受的演法 已經是不同的 我們以前是比較舊式那種 現在需要更新的演員 應該是大家可以更多溝通 尤其是新的演員 他們需要跟我們學 我們需要跟他們學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